8月1日凌晨,美国一向因新冠疫情对拖欠房租者实施保护的措施到期 2020年9月,新冠疫情导致美国2000万人失业 CDC担心流量人口的增加对病毒传播形成推动之势 下达紧急租户驱逐禁令,不准强制拖欠租金的租户搬迁 为此,美国联邦政府曾为租户和房主提供了约470亿美元的资助 鉴于禁令到期后,大批低收入者将被强制离开出租屋 曾有人提议将该规定延长至今年的10月18日 但美国国会众议院最终未能形成多数通过这项提案 白宫作出明确表态,由于缺乏法律授权 无法单方面延长对拖欠房租家庭的保护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警告称 从8月1日周日到下周四 由于炎热、干燥和多风的天气条件 以及非季节性的干燥燃料 南加州将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处于火灾天气条件下 其他可能影响火灾甚至造成火灾的天气条件 和事件包括最近降雨量不足、干旱、干雷暴和雷击 消防官员敦促居民谨慎行事 避免在户外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 在高传染性的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推动下 洛杉矶县新冠疫情继续高速反弹 日增病例屡破记录 德尔塔变种占测序样本84%以上 尽管由于周末报告延误 日增病例通常较低 但洛杉矶县8月1日仍然报告了3045例新病例 另有无人死亡 每日检测阳性率为5.9% 有1071人因新冠住院治疗 比前一个月的280例增加了近283% 同时疫苗接种速度虽略有增加 但医护人员疫苗接种率低则引发关注 阿富汗国防部8月2日发布声明表示 过去24小时 阿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坎大哈 赫拉特等十几个省份发生冲突 共打死455名打伤232名塔利班成员 并且销毁了塔利班的大量武器弹药 和不同类型的地雷炸弹 阿政府在萨曼干省等地对塔利班发动了空袭 自今年5月 美国及北约军队开始大规模撤离阿富汗以来 阿政府和塔利班冲突加剧 阿安全局势持续恶化 据当地媒体统计 塔利班已控制阿全国约一半区域 阿政府仍控制主要城市 尽管双方均表示应通过政治方案 而不是军事方案解决阿富汗问题 但是阿人内部谈判进展缓慢 8月2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捷报频传 黄篮奖牌 举重女子87公斤级决赛中 中国选手汪周宇在停举第二次试举中成功举起150公斤 提前锁定冠军 最终于抓举120公斤 停举150公斤 总成绩270公斤 领先第二名7公斤的成绩夺得金牌 女子87公斤以上级决赛中 李文文夺得金牌 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 00后小将张长红发挥出色 以总成绩466.0环的成绩 为中国拿下东京奥运会上最后一块射击金牌 同时打破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 竞技体操男子调环决赛中 中国选手刘洋排名第一 尤浩排名第二 包揽该项目金银牌 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 由鲍山局中天时组成的中国队 一路领先 以31秒895的成绩击败德国队 夺得金牌